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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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中山少林寺拥有1500年的历史 在武学之中最神秘的莫过一世传说当中的少林72绝技 一直才练到最厉害 其实他在练习是他可以一根手指头承受人体的重量 那他在实战上面的应用就是 你今天只要被他的手指头点到你身上任何一个穴道 对你的身体就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他有速度跟爆发力 这是中国灿烂文化遗产的鸡翁 我曾经看到他们一般你吃饭用的那个碗 就是纸碗 一弹它就破掉了 所以一般我马克杯大概一弹就破掉了 然后破掉不算 他那个手指头的劲道大到可以把那些碎片再捏成粉末 李安导演的沃古长龙看了老外是木凳口袋 中国功夫传熟当中的轻弓 让这些武林高手在竹林间 在屋顶瓦片上轻飘飘的高来高去 观众们当然明白这是钢丝结合了电脑动画 所制造出来的电影特效 但在现实世界当中 真的有所谓的草上飞水上飘的高手存在了 其实轻弓在上也是还蛮普遍的 但是它不是像一般人的那种 一蹬就可以飞很高那一种 轻弓其实在上温室看到的应该是所谓的借力使力 它可以从外面的墙 攀一下再蹬一下 它只要两个势力点可以上三层楼 我那十寸号表演给我们看 它是直接抓一下 攀一个身 再蹬一下就上去 然后直接从上面下来 但是它不是直直的下来 它是利用全身关节把力量分散 然后下来在地上翻一个身 把力量整个都发泄掉 那它轻弓它要练到像它那样的程度 它是从三岁就开始练 练到它二十五岁 它才达得到这样的程度 至少二十二年 那是强化你肾脏的一门功夫 那其实 它在讲的是讲缩氧入腹 那就是练到 其实武功在练的就是去挑战人体的极限 像我们 如何去练到把每一寸肌肉可以运用到 运用自如的程度 那或许有人专门练那个地方 因为毕竟我不是这个专门的 但是我知道 真的有人是可以练到 它可以让你去供它下当 它是完全不会受伤的 每位在少林寺习武的人 据说在最后一个阶段 都要学习一样绝技 比方像是这位林盛杰先生 他在五年前曾经在少林寺习武过 当初他所学习的绝技呢 就是铁头弓 要练这门绝火的第一天 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 就是要耐着挨打 我那时候就觉得 铁头弓好像也还不错 于是就开始练 第二天一去什么都不用做 马步扎好 接着就有一个师兄 负责拿着一片木板 往你的头上猛打 然后一直打一直打 打了大概 我估计大概不会少于五百下 连续落下来的那个板子 打到我就觉得要昏了 然后他收手 好 先到此为止 那你这时候就感觉到 一股全身的那个气 往脑门上面冲 那头肿起来了 这是练成绝世武功的代价 林盛杰如今回想起来练习铁头弓的头几天 他一度觉得 再这么练下去 他这么一条小命恐怕不保了 这就是那种你敲到撞到肿的那种感觉 气就一直往上冲 然后那是一大早 然后在中午吃完饭以后我想说 下午要去练弓了 又被师兄教训 马步扎好我想不会又来了吧 果然 又打 好不容易才消 然后又打 那一次第二次打那更痛 晚上睡觉前再打 一天就这样至少打三次 少林寺的七十二绝技 现在已经成为吸引全世界观光客的卖点 不止把观光客拉进来 少林武僧也豪迈的走出去 收押到世界各地进行表演 中国少林功夫名扬天下 目前少林寺在全世界已经拥有十几家的分院 顶着少林功夫这金字招牌 2008年澳洲政府决定无偿提供土地 给少林寺建盖分院 许多外国人慕名而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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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少林寺里面的系务 应该是比较难的 因为要来的人太多了 我们这边无校很多 几十家无校有几万个学生 一般在无校学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到寺院里面的话 我们这个不容纳的空间很小 所以能够提供的也是很少的很有限的 少林功夫的上乘境界并不是将武术练到极致 鸿门禅宗的最高意境 才是少林弟子必行追求的目标 2007年河南登峰县 邀请了曾经为沃浦藏龙佩乐的音乐大师譚顿 编写了一出音乐剧《禅宗少林》 描写少林佛学深入百姓生活 推出音乐剧耗资数亿远的人民币 结合了河南松山的天然实景 以武术演绎谈曲的最高意境 令人叹为观止 即使是历史悠久的少林寺也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搭配种种的行销手法 让观光客走进来 让少林功夫走出去 河南松山的天然实景 为了一部分 感谢观看